那么说到石的安全 全顺山水米他8月遭踢爆 以低价米混冲高价米来贩售 农委会调查粮商是否涉及赚取暴利 结果发现卖场已极低的底价 让粮商流血乘坐促销商品 恐怕也应该要负起连带责任 农委会在最新的粮食管理法修正草案中 特别增加了卖场连作条款 未来市售米标示或品质违规 将一并公布销售商品名称 并且开罚 那过去农粮署鸡查市售米 都只有公布不合格制造商 现在新增的连作条款 势必会引发卖场反弹 对此农粮署长李苍郎表示 自由市场不能够禁止低价贩售 但卖场并定超低促销价 应该要负起社会责任